这个邓小平和毛泽东有什么差别呢 邓小平跟毛泽东的差别就是 邓小平是完全是毛泽东主义 和这个哥巴乔夫是列宁主义 是一模一样 但是邓小平呢 比起毛泽东来 他讲实际 因为呢 他认为如果把经济搞垮了 共产党制度就要垮 所以你为了共产党制度能够生存 我必须要想办法把这个经济给搞上去 那么在这个在这一点上呢 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 讲的就是非常清楚 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 四项基本原则讲的就是 这个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意思就是党的全面控制 党的领导社会主义 这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和无产阶级专政 那么这是四条红线 在这四条红线下 他要推动改革开放 但是改革开放绝对不能碰这四条红线 这就是邓小平主义 所以邓小平主义实际上 是毛泽东主义的一个这个实用的变形 然后他所谓的韬光养晦 和他这个发展经济等等 完全是在一起 韬光养晦 目的呢 就是为了迷惑这个共产党的敌人 让共产党的敌人不能够分辨 这个共产党到底威胁 对他们是不是有威胁 那么其中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 就是这个邓小平 这个去新加坡 希望这个和这个新加坡能够合作 那么李光耀就跟他讲 你必须要停止支持这个东南亚的共产党 你只要停止了对他们支持的 我才能跟你合作 你不停止 我就不能合作 那么他就停止了这个这些支持 但是这些停止支持不等于 他停止了这个极权主义 和停止了极权主义的扩张 那都是实际上是韬光养晦的一个部分 而这种韬光养晦的做法 斯大林都做过 所以一点都不是新鲜的 斯大林在二次大战时期都做过 斯大林甚至把这个共产国际都解散了 这个所以他实际上做的 都是这个极权主义制度下都做过的事 那习近平和这个邓小平有什么差别 就是习近平薄熙来王岐山 他们和邓小平有什么差别 他们的差别 第一就是说这个从策略上讲 这个邓小平是一个策略方面的高手 其他的人在策略上是不是有他这么高的能力 就是能够这个就是比如说用下棋做例子 就别人下棋是不是下得过他 那么这个呢是会有差别 但这种差别纯粹是这个战略战术上的 那么这个另外一点呢是时代的差别 时代的差别呢就是邓小平还在的时候 中国远远没有这么强 而这个现在的这个时代呢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实际上按照这个购买力评价来计算 中国已经是最大经济体 当他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的时候 当政府党跟党政控制大量的国有资产 所以他能够从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里 能抽取的那部分的这个资源 那个量是可以超过美国的 就是当他有这么大的资源的量 可以拿出来搞军事 搞和军事相关的 搞这个维护这个和加强和扩大 这个极权主义统治的 有这么大资源的时候 那他的这个力量就会使得他的领导人 做事会不同 判断会不同 所以这里不仅仅是这个策略 就是这个策划的能力 这个时代的不同 会导致整个的判断的不同 和行为的不同